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务秘书宣布 尽管存在制裁危机 政府还是提供了新的资源来增加明年医护人员的工资 因此在卫生部门工作的医生 护士和其他雇员的工资继续上涨 1月1日政府与匈牙利医学会达成的加薪协议正式生效 因此从1月份开始 医生的工资将增加11% 他补充说 护士的加薪加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2023年7月1日 第二阶段为2024年3月1日 总理欧尔班·维克多在电报中祝贺本亚民内塔尼亚湖 第六届政府的成立 总理在电报中表示 两国对战略伙伴关系和以色列安全的承诺是坚不可摧的 他补充说 匈牙利和以色列之间基于国家利益的合作将继续下去 南部边境守卫进入新的阶段 匈牙利国防军士兵已经完成边境的防卫任务 其责任已由边境保卫团成员接管交接程序已经开始 今天最后57名士兵离开了南部边境 内政部国务秘书表示 在南部边境服役的人员保护着欧盟受攻击罪严重的边境地区之一 从现在开始已经可以采购新年叶的叶花 三级烟花可以在12月31日下午6点至1月1日早上6点之间使用 但是仍然禁止燃放鞭炮 警方要求每个人都只能从有执照的卖家那里购买烟火产品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